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這一場主要是對談 就是有兩位曾經都是運動員 但是現在算是有不一樣的轉型 那另外一位對場我想應該是不需要介紹 我前場應該都認得了 那我就直接先詢問那個黑人哥一個問題 就是我很好奇因為我很愛打籃球 所以我很好奇就是 從你從小到來當籃球員這個過程裡面 你覺得當中學到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稍微比較敏感 就是當你知道你不能再用職業球員這個身份 去打籃球的時候你又學到什麼 是 先跟大家打招呼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黑人陳電中 拍手熱烈 再大聲一點 很好 不然我以為我來到什麼告別室 因為這個場合我覺得來的年輕人 我是非常非常感動 因為你們對下一代或對自己的人生 都有更多的使命感 那我會來這邊當然也是因為關鍵評論網 然後也正在集結所有年輕人 有想法的各行各業的 然後對夢想的 然後對人生的 有不同啟發的人聚集在一起 那Chen是我很好的朋友 剛剛問這個問題呢 我就開始回答 籃球在我人生當中呢 佔有多大的一個比重 那到目前為止還是 當然我 我的 范范是我太太嘛 那現在有菲菲翔翔 可是當然現在他們的順位就是 有了范范之後 范范就是會超前籃球一點 有了菲菲翔翔之後呢 現在會變成是第一個重心 那是沒辦法 所以我因為自己身為父親嘛 可是在這過程中呢 我從來也沒有離開過籃球 那那個時候 其實我打籃球相當單純 第一個因為影響我最深的是Michael Jordan 那我想要變成Michael Jordan 可是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想要增加異性緣 因為我從小沒有女生跟我講話 真的 正眼都不看我一眼 那今天 女生的比例也蠻高的 今天被多少女生看了 因為我已經有范范 你們看他就好 他事實的話 會讓各位知道他有多壯這件事情 很壯 還是繼續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比較重要 其實時間有限啦 我當然講說我 剛開始打球的時候 是我國中三年級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很胖 那胖到三層肉 就是你洗澡要把肉翻起來才能把那個線刮掉 胖的人就知道那個困擾 然後我以前 就很奇怪 那個世代大概是80接90那個年代 你們有看過80年代那個籃球的褲子嗎 Maiji Johnson跟Larry Bird 穿那個熱褲在打球 那個壓力有多大 因為肥胖嘛 然後 不是肚子有肉 我腿也有肉 坐在板凳區的時候 肉把衣服蓋住 把褲子的植料蓋住 人家以為我全裸坐在那 那個過程其實很辛苦 就 當然 一開始打的也不怎麼樣 可是後來 比較開竅的應該還是在高中的時候 我自己知道這樣下去不行 如果以我的身高 以我的動位 如果你要再繼續往上打 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往上打就是說 你要打大學隊也好 或者是你想要進 那時候是甲組或者是CBA 你必須減重 你減重以後你才能轉型 你的動作本來是背框打的 可是你要學習更多是面框的Skills 另一個座才是長工 作很穩定的 如果沒有続到 你就這樣子 你或者最後ten 一開始 打擱滅 然後然後 當你對這齣電気 打擱滅 心多了 所以 只要好好 這個 不ические 那個時候其實打籃球想要證明自己嘛 然後也想要榮耀家人 可是我父親 一場球都沒有看過就離開了 連練球都沒有 因為工作比較辛苦 當然那是比較遺憾的事情 我在那階段記得是高二 高二那一年就是碰到了這個事件 然後又碰到了另外一個事件 當然就是我也分享過 就我們出去夜遊 然後跟別人發生車禍的糾紛 那這糾紛後來就是以群毆收場 那當晚就是被寄到車牌 後來警察局找到我那個朋友 然後說我們昨晚是不是打架 他說沒有 他說你們打到的是警察下班了 我們竟然打到的是一個立法院的駐衛警 那個時候 我覺得自己是怎麼那麼夭壽啊 可是我們真的是因為血氣方剛嘛 這邊的可能都是未來的領袖 可能沒有像我這樣出生的人 我是典型體育般的 沒有資源的 沒有父母親在身邊長大的 那那個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個轉捩點吧 因為父親已經離開了 然後我還做這麼要求的事情 傷害的是我爺爺和奶奶 那那一年我特別想要花更多的時間在訓練 因為我跟各位比較不一樣 是我書真的讀得不怎麼樣 也來不及了說實在那個時候 就唯一能證明自己是好孩子 或者我我也想要成功 只能用靠籃球 我那時候花很多時間在訓練上面 是人家大概練跑三千嘛 我們會講三千兩百公尺 那我就是自己跑加到五千 然後一天只吃一顆蘋果這樣子 就硬斤 我那時候最重的時候一百二十幾公斤吧 我花了大概三個月的時間到九十幾 後來也因為這樣子就是 買冬了啦 就住院 就是真的 我去高雄比賽 你們有沒有高雄人這邊 有沒有 很顯然只有一個 我是這樣看五福錄的 因為昏倒 高雄不是有一些很有名的五福錄嗎 我直接在路上直接昏倒 所以那個時候 也因為這樣的努力 我就把它畫成一個動力吧 然後 那一年我選上了亞青國手 第一次參加中華隊 然後後來我是因為 受傷的關係 我受傷是我十字任代斷 然後也斷了兩次 那這個是很崩潰的 因為我剛剛不是講說 我唯一能證明自己的也只有籃球 我斷得很早 大概二十一二十二就斷了 大家都有看NBA嘛 都有看籃球嘛 你們就知道二十一二十二 那一年斷的話是什麼概念 就只是有一個人要出來了 要出頭了 可能很有潛力 但是一下就受傷了 我常形容自己是流星了 就當年可能很閃爍 就是一下就墜地了 那個時候我比較灰暗的地方是在於 我這麼愛籃球 然後我也花了很多時間 我下了很多功夫 然後 我爸 也空難過世 然後後來呢 也跟爺爺奶奶 我家裡環境並不好 可是台灣社會的一個縮影 都在我身上發生了 一個是單親 另外一個就是隔代 單親家庭長大的孩子 和隔代教養長大的孩子 我就是其中一位 但我沒有把它變成 好像是學壞的藉口 我只能拼 那我因緣際會下 認識了韋鐘哥 他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貴人 他帶領我進娛樂圈 然後也是從外景主持吧 然後校園活動啊 一步一腳印這樣子慢慢學 可是呢 我在這個過程中 我用的完全是跟球場上一樣的方式 那這三種方式 我每天都在提醒自己 就是態度 第二態度 第三還是態度 我覺得我用我的態度 至少是很正面的 很積極的去 去重新開始的話 至少 餓不死了 對 那現在我 當然 還有別的身份 我現在離開了 我覺得我自己是 就像你們有看 上個禮拜 就是世大運 你看選手 他們是 等於算是競技組 我們分得很清楚 我現在已經從競技組 調到推廣組 可是你還 變高層 也不是高層 就是只能推廣 可是就 我覺得很開心 我從來沒有離開過籃球 只是換了一個角色 然後在 換了角色之後 我獲得了更多的資源 更多的影響力 其實 冥冥之中 好像是上帝 叫我不要再打球 打球 你最後就大概2.5籃板 1.5助攻退役這樣 那就是要我做推廣組這件事情 那我現在我做的 也還算上手 這上手的部分 當然中間也會碰到很多 網友的關心 所以我其實是很開心 就是你把 我們現在都身處於網路世代 在全台灣 我大概應該是比較 有資格分享的 跟網友互動的經驗 你看 你注意看我 我有沒有少一塊肉 我沒有對不對 是不是長得還不錯 重點就在這 你們碰到的 跟我碰到的 其實是一樣的問題 我在娛樂圈 我在體育圈 那個攻擊火力 炮火之猛烈 跟各位其實是 因為我身處的環境 還有我的角色的問題 我當然會受到更多的這種 刻意的批評 攻擊抹黑謾罵 但是我剛剛轉圈給大家看 然後看這整個Style 我還是一樣過 該過的生活 所以我是希望我 今天是未來大人物 我要做一個榜樣 榜樣的力量就是在這裡 我不要你看我 外型怎麼樣 我最討厭人家 因為外型跟我交往 我為了這事情 罵范范好幾次 我是榜樣的力量在於 就是 我們碰到的這網路世代 一定會碰到攻擊批評 謾罵抹黑 在你人際關係 當中的一直破壞 但更重要的是 你們坐在這裡 跟未來你們成功的時候 站在那個位置 想的是不是一樣 那需要時間 那需要更大的心 那 你們有看過獅子 去在乎他臉上的蒼蠅嗎 你們要當那頭獅子 不要當那個蒼蠅去攻擊別人 所以這是我第一題 簡短的分享 Sorry 謝謝 我想說 他剛剛講了一個小時 我這樣講兩句 你真的不爽是不是 換我啦 換我的腳頂我 不會不會 一樣就 我們請凱誠分享一下 為什麼你 其實應該是可以 繼續當運動員 為什麼自願變推廣主了 跟黑人處境也是 蠻類似的 比較共同相似的地方 就是爸爸都不在 對沒有錯 我可以先問一下 這邊有單親的舉手一下嗎 不知道 舉一半的是怎樣 再談過程是不是 不是 我是想了解一下單親 有沒有隔代教養 跟爺爺奶奶長大的 有嗎 有 對 我們有共同點 對 所以這個故事就是 單親跟隔代教養的人 都會成功 沒有啦 開玩笑 開玩笑 就是 你滿臭屁的 沒有 沒有 所以 剛回答那個 楊這邊的問題 其實 跟黑人一樣 我覺得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運動會不當 你參加一個球隊 或任何的組織 會一直創造很多的機會 去考驗你 OK 如果你今天就是去 就是讀書 補習 其實整個生活 是滿單純的 就是你跟書本的感情 跟距離而已 但如果你開始參加 是一種團隊性的組織 其實會有很多的火花 不斷地跑出來 會有輸贏 會很累 這就是不斷地考慮你的態度 你在這個當下 要怎麼去面對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縮短短的人生 小小的社會 從一個團隊裡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 至於我為什麼決定 其實 我當初是打美式足球 這邊有看過美式足球 可以舉一下手嗎 真的嗎 認真看喔 轉到撇過那種不算 好像比剛剛 有 有 OK 所以 我打的是美式足球 所以大家也知道 我是一個華人 所以我的 差不多就是 來了 身材要看一下 沒有沒有 176公分 OK 所以我都是跟 比我高大 比我壯 更黑的人競爭 OK 每天都是 所以其實 我也知道說 其實到一個階段 我會開始去想 往內看 說 我到底擅長什麼 我到底 興趣在哪裡 那我擅長的東西 跟我有興趣的東西 我要怎麼樣 幫助到更多的人 所以其實那時候 我就覺得說 不是再回到球場上 又我也知道說 就算我賣力的去打 我對自己看得也滿清楚 我不是職業球員那一塊 也是兩分五籃板這樣 其實我是大事的時候 因為受傷 所以就是看清楚比較多事情 就開始會去思考 下一步要怎麼走這樣子 是身體受傷還是心靈 現在我這世代有時候是 你知道心理是很重要的 身體 身心靈都受麻大的創傷 都麻大的創傷 所以就是更要去思考說 下一步能做什麼 所以就想到說 因為運動也幫助了我很多 就想要回來亞洲 就覺得說 現在我們都 沒有很重視運動這件事情 但是最好認識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 成長自己的感情 控制自己的感情 最好的方式 就是通過運動 所以其實我就想要回來亞洲 就覺得說 如果連我這樣的一個 這麼不會讀書 但是可以打球的小孩 而且我數學都是考不及格的 能夠有機會去這麼好的大學 我就在想說 難道我們 我相信台灣有更多的學生 比我更努力 比我更聰明 比我更有天分 我想知道 大家知道他讀什麼學校嗎 都知道嗎 他這個人就是很假先 他讀的是哈佛大學 我每次在介紹他說 我從俄羅斯東 你懂嗎 俄羅斯東 還好那邊假裝自己 沒讀過哈佛這樣子 沒有 我只是 他有時候是比較內斂的 對 就 對 因為 就會覺得其實 不太喜歡 不太喜歡 他會分享這些事情 但想要講就是覺得說 欸 想要就是 回到中間就是說 想要讓我們更多的 相信我們台灣的學生 也有機會 只是 要怎麼創造這些機會 讓他們去 能夠被認可 被發現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 一個一輩子的任務 所以其實走出去 就是要回來台灣 讓台灣能夠 方洋光大 從台灣出發 擴展到全世界 所以我相信 今天在這邊的人都是 有才華的 也有共鳴的 我們的故事 大家的故事都不太一樣 但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個 共同的目標 共同凝聚力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 我們希望可以通過運動 其實大家看到 世大運有凝聚大家 當有一個共同的 歸屬感的時候 你可以想想看 這個力量是多麼的大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 在每個學校 開始建立這樣的歸屬感 在校園也建立起來 在每一個層級 大家可以想想 這個凝聚力是可以 翻轉我們這樣一個文化的 所以就是希望能夠 往這個目標前進 我來補充一下他的故事好了 他一直沒有講到 他回亞洲 那個時候其實 他有非常高的薪水的工作 因為我們讀書 就是要找一個好的工作 那他有這份經歷的話 你們知道NFL NFL就是 美式足球聯盟 就跟NBA 有女生知道NFL嗎 不是保養品 不是一頭霧水 他在NFL北京辦公室 他在聯盟工作 那已經是世界級的聯盟 可是他把這個高薪的職位 把他 quit 然後他那一年放棄幾年前 三四 一二年 所以五年前 五年前 年薪要不要抱一下 年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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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說嗎 你可以碰轟沒關係 其實 應該是說 NFL的薪水 因為我那時候很幸運 有拿到一些華爾街 跟銀行的工作 那些薪水大概是六位數美金 但是NFL 確實這三個工作 比較起來偏低的 但是到了大陸 其實就是 還是沒有講到重點 年薪多少 你放棄了 應該這樣講 應該 對 應該是一百萬 應該是跑不掉 對對對 一百萬美金 不是 台幣 不要再製造假新聞了 沒有錯 就是他放棄百萬年薪 然後 五年前 我們認識的 因緣際會是在 Nike的一個活動 Nike活動 那個是一個 全項目的 一個嘉年華會 他帶了NFL 那個時候是帶 LT Thompson LT 對 他是一個Legend 然後我們在後台認識 我跟他認識 最主要原因 其實是因為 林書豪 他跟他是同班同學 他跟林書豪 是在哈佛的時候 美國是這樣 他那Basketball season的時候 他就只打Basketball 然後Football season的時候 全校就是幫Football加油 所以 唯一的華人 籃球隊就是林書豪 美式足球隊就是何凱成 掌聲在哪裡 一頭五他們說 大聲一點 美式足球有什麼了不起 那個 那個不得了 沒弄好 被隊友就是玩弄 因為太大隻了 那比我身體也大三倍吧 所以在那個過程 是因為林書豪 那個時候還沒有Linsanity 所以林來風 然後回來的時候 剛好我們都會 有一些訓練比賽 然後 我跟他的姻緣際會 那個 也是蠻暴力的 就這個 反正差題 這個應該大家沒聽過 有興趣分享 想聽的話拍手 我幹嘛一直活在掌聲下 我這個人就是被更小了 就是林書豪第一年回來的時候 然後他帶了那時候的林書豪 他弟弟嘛 然後他的訓練 然後要幫他找球場 打球 我那時候還能打 可是 就 也不怎麼想打 因為我覺得 我真的很害怕打球 現在 真的 你們不了解我的心情 我現在怕 我怕的不是 怎麼樣 我是怕我弄傷別人 因為我現在 窮的只剩下手鐲了 就是拐子會很 不小心就會經過別人的臉龐 然後那個時候 我還記得是 我還沒有認識他 那一天就 剛好就在球場嘛 那個時候 我幫他弄 台皮球場 林書豪 就留下來 跟他的訓練 說 就問說 要不要二打二 我 因為我在等他說 要關燈 他說 我 沒熱 我說 還是有點推脫 你知道 因為他 那年回來好像大一吧 然後大一回來的時候 我想說 這麼瘦 我就真的很害怕 我擔心的那一點 又出現了 你知道 反正他跟他那個 Trainer Josh 就現在 林書豪 練那麼壯都是因為Josh 另外一個朋友 然後他 他們兩個一對 我跟另外一個朋友 Jason一對 果然 第一球洗完球以後 我一個轉身上來以後 林書豪變這樣 T恤都是紅色的 我說 我還想要輕鬆之後 What happened 哇 那個鼻血流到 整個T恤都是 都是紅的 然後 隔天 你媽媽打給我 欸 Blacky啊 你把我兒子打流血啊 後天再一場 後天我們有點時間 我們打全場的 不要打半場 喔 他媽媽介入這個比賽 後來我就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他找一個打Football的來對付我 就是他 我還記得那天早上打十點多打 你知道一開始大家 這算Pick-up game 有打過球的嘛 就第一場大家跑一跑暖身啊 我第一次認識他的 就是他的手鐲 在我的肋骨上重擊了 那個力道我要 呃 膽會內傷你知道 一打到 呃 我想說 這矮子到底要幹嘛 我心裡是有一種這種想法 所以是不打不相識 我跟他真的是不打不相識 對 那時候是有被命令的 就是 下馬威嗎 對 第一次聽到Jeremy還有黎媽說 對 我們有一個Blackie 我說Blackie 誰是Blackie啊 怎麼會有人叫他自己Blackie 就在美國 對 因為Blackie通常都是黑人的意思 對 Oh actually my English My real English name is Charles 我真的叫Charles 你知道 但應該沒有人知道吧 沒有人知道 因為那個名字太深事了 Charles 重點是 對對Charles 然後就被命令說 Oh 好 因為那時候也看到 又覺得把林書衛當弟弟看待 就覺得 Oh 怎麼 怎麼被打得那麼慘啊 就是想要報仇 所以 一碰到Blackie Oh 就是這個人 是不是 好 就這樣 樂骨 但也必須啦 我覺得這個印象深刻以後 才會記得你啊 對我們現在 其實到現在 我都還感謝那一次機會 因為真的是通過運動 他摸到樂骨就會想到你這樣 沒有後來 後來我也沒有少打他回來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我不惹事 但是我不怕事 我們就真的是不打不相識 運動我覺得 我覺得最大的魅力是在這樣 不要錯 大家喜歡運動嘛 去籃球場可能就本來不認識 因為球友的關係 欸 每一次都看到 每一次都欸 就開始留微信啊 留line啊 然後相約出來 甚至後來變成好朋友 現在變成事業上的夥伴 那他現在正在做的 我為什麼剛剛講到的是 他放棄那個百萬年薪 回來他自己想創業 我相信 今天來很大的一個關鍵 也是在這邊 就是你們可能 現在還有在學的 可能即將要踏入社會的 可是起心跟美國 這種學位回來的是 完全不一樣 那因為環境的關係嘛 那大家一直在講 22K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他為什麼會放棄 甚至連22K都沒有 沒有未來的時候 他就是想要回到台灣 然後開創自己的事業 可是在炒創時期 碰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困難 和更多的挑戰 應該也是各位現在會碰到的 是一樣 要不要分享看看開成 在一開始的時候 可以啊 所以其實創業一開始就是 沒有資源 沒有技術 沒有know how 但就是因為這樣子 你才可以創新 真的 因為你沒有這些事情 才會去想 用不同的方式來解決事情 所以一開始沒有錢 就沒有辦法付員工錢 所以我們一開始 也真的是因為 真的要非常非常非常感谢Black It 我覺得 雖然那一拳這樣尻下來 但 但真的也就是 醫藥費的 醫藥費龐大 沒有我必須要講 就是當初回來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朋友 所以Black It 就是幫我當自己的家人 然後後來真的是 現在變夥伴 但其實某部分 也是幫他幫我當弟弟 我也幫他當哥哥在看待 所以真的是幫助我很多 還有他跟范范 反正就是很感謝 那為什麼講到這個 就是當初在創業的時候 其實沒有地方住 所以那時候就是住在黑人 他跟范范的一個公寓裡面 我們就是求學就是在那邊開始的 那因為我剛回來也沒有很多朋友 所以就是通過像這樣子的演講 開始發現一些有志同道德的年輕人 但我不認識他們 通常創業你都要找跟你感情很好 跟你很熟的人 對不對 我是完全相反 我是完全跟陌生人一起在創業 那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理念 所以怎麼認識他們的方式 就是我們住在同一個公寓 我們就是在那邊一起住 都是男生嗎 都是男生 你沒有Hero 沒有沒有 Hero就是一起吃飯 對 就一起這樣子 然後其實從來沒有想過 這個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事業 但這個核心還有這個理念 就一直是我們想要的是服務球隊 因為我們一直相信 當球隊變好 球隊變成功 我們的運動生態就會變好 間接教育會變好 所以這過程 就是找人才 找技術 找資源 找資源 解決問題 其實創業就是完全在顛倒的在想事情 每天 你圍繞在 就是我常常講 就是CEO的角色是什麼 OK 就是 Sorry about my French OK 就是Eat shit OK 就是Eat shit Eat shit 假賽 不斷地往前 跟團隊一起往前 跟團隊一起往前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們這個故事還在創造中 還在創造中 也會有更多的問題出現 但我覺得 通過我們參加運動團隊的 這樣的一些學習到的東西 其實現在不管是我們在 我還沒有家庭 但是就像在事業上面的話 我覺得都是有很大的幫助 很大的價值的 我想追問一個就是 因為你們現在在做的是 在高中推廣運動 尤其是籃球這一塊 可是因為台灣很多家長會覺得 運動沒有用 運動不能當飯吃 所以我很好奇 就是當你在推廣這些運動的時候 你怎麼去面對 家長的質疑 或是認對 甚至是學校的老師 校長可能也不支持 你怎麼去面對這些問題 我嗎 運動 運動 應該說凱誠先講 對他應該先講 運動可以用家長的身分 講講看 我都忘了我是家長 對 用一個父親的身分 好 其實我覺得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新一代的家長 大家想一下 其實 你的求學的過程當中 有多少個是非常快樂愉快 跟你真的找到自己的興趣 跟你找到自己是誰的 還是大家都花很多的時間 在考試 在讀書 後來都考完試了 也讀完書了 卻不知道以後要做什麼 很彷徨 也開始就覺得說 在找機會 所以我想要講的是說 其實新一代的家長 就是我們這一代 從我們開始 從我們開始 我們要去想的是 我們下一代的小孩 他應該要去做什麼事情 可以真正的找到自己快樂跟成功 所以如果我們用這個角度去思考的話 其實我們專注的對象 就是新一代的家長 那至於怎麼樣去改變這件事情 其實這沒有捷徑我覺得 這真的沒有捷徑 所以我剛剛講到說服務球隊 就是我們要讓更多的球員 要有成功 要有機會 讓更多的教練 要成功 要有機會 要有資源 才可以慢慢改變這些 很現實的一面 那這個確實要有時間 所以我覺得要做一件事情 要改變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看得近 但也要看得遠 所以這一定是 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 所以像我們現在 跟很多學校接觸 其實我們倒發現 接觸了以後 其實很多學校有共同的理念 有共同的觀念 好現象 對 只是就是說 他們不知道怎麼去做 不知道怎麼去整合 所以我們慢慢的發現 跨校的那一部分 對 其實我們發現是 可以持續下去的 只是就是 需要不斷的 像一個雪球一樣 要先從 相信的 願意接受的開始 再慢慢的把這個雪球滾大 所以 像就這樣 一開始 Apple賣一個iPhone出來 不是每個人都會去 Apple的店裡面 等買這個新的iPhone 但是就是有一些 Innovator會去那邊等 去那邊買 他們全部買了以後 好用 跟他們朋友講 這些朋友也開始去用 最後 其他人都用iPhone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們覺得好用 而是 如果不用的話不行 這個時代快被淘汰了 所以我覺得有分成這樣三種的人 Innovator Adopters Early Adopters 跟Adapters 我們現在Focus的人是Innovator 這些創新者 願意接受這些新的觀念 願意接受這些新的做法的人 也就是我們 我們這一代的人 對 對 你剛剛問的問題是 家長如果問我 或是說以你 運動不能當飯吃 對 或是你對自己小孩子有什麼期待 你自己是一個運動員 我也想要問同樣的問題 哪個行業是保證你有飯吃的 你現在學的 你花很多時間 才藝的 鋼琴的 演奏的 任何的 補習的 在學校所學的 你連師大現在畢業都變流浪教師了 你有發覺這件事 你教育學生 你有一些運動員還要去訪聊 實習 你們要不要做這個事 就是 你這個世代已經 你在這過程中 你不能保證任何事情 我剛剛一直強調是榜樣 你做一個榜樣的力量 當然不是說我 我自己也 我說能力就這樣 可是 你做一個榜樣 是讓大家知道說 運動其實有更多的發展 可是在運動中 你學到的 你絕對可以用到 你各行各業 在你未來人生 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團隊合作 更重要的是面對挫折 如何站起來 繼續努力 再挫折 輸贏這件事情 你早就碰到 這是我覺得 在教育過程中 你必須 一直讓家長看到 有很多成功人士 尤其在美國 我不要講太遠 美國當然你看 五百大CEO 有多少比例是 他曾經是校隊的 打不打得好 是另外一件事喔 可是他曾經是運動員 這個身分 投資求學最大 你們有上網看他這個球學嗎 你們今天可以用Facebook去加一下 球是籃球的球 學是學習的學 right now 你們可以拿出你手機 不一定要按讚啦 但是按得更好 對 我說他這樣一個 我跟他認識是緣分 也是上帝的安排 因為我們的信仰是一樣 可是在這過程中 有更多有能力的人 願意來支持 他們為什麼願意支持 就是因為運動這件事情 最大的投資者 我相信你們應該也常常看到一些商業周刊啊 或者是關鍵評論網的報告 最大投資者你們知道是誰嗎 蔡崇信先生 你們有聽過這號人物嗎 阿里巴巴No.2 就是他是阿里巴巴的二把手 馬雲第一 蔡崇信先生就是第二 他也因為一篇報導 看到Chen的故事 他投資了Chen 另外一位我們很敬重的運動員 轉型非常成功的 就是Costco的張思翰張大哥 他也投了 另外一個像Tim 我們另外一個好大哥 另外一個就是Phil Phil也在商業周刊那時候 台灣矽骨幫有看過嗎 這篇報導你們都有看嗎 他就是矽骨幫這一群的召集人 全部都投了 共同的點是什麼 因為運動 然後另外投資者就是我 還有張憲民 張憲民是誰你們知道嗎 也是跟運動有關 他是跟我是隊友 那現在你只要看得到像林書豪 陳金鋒 楊代剛 王建民 郭翁志 這些都是他的選手 他是運動經濟 所以為什麼願意投資 投入他做這件事情 在五年前沒有任何 business model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樣雛形的時候 最關鍵就是just do it 你有沒有那顆勇敢的心 你踏出第一步 Never try never know 那這一件事情呢 我覺得今天這個分享 最主要的希望是鼓勵大家 要有勇敢 要有勇氣去面對自己人生 那不要一直在抱怨批評22k 25k 28k 這件事情 你的人生永遠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 但關鍵是你有沒有勇氣跨出那一步 榜樣的力量 我希望我可以做到更多更不一樣 讓大家會覺得運動員也有不一樣的出入 那今天也謝謝大家來到現場 然後支持我的好朋友Chan 然後求學也希望現在 好啦 給你們兩分鐘按讚 好啦我在那邊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浪費 這麼多時間聽我們在那邊哈拉 我想還是輕鬆一點嘛 對啊 你們基本上時間其實差不多 但我想最後問凱誠一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剛剛有提到說 美國很多的成功人是他以前是運動員 但是我不確定台灣的比例多不多 我很好奇因為你在美國長大嘛 你覺得他們的文化有什麼不一樣 是可以讓這些運動員 或是說因為他的成功是因為他當初 運動是他很重要的一部分 他們有什麼不一樣的文化 或是台灣這邊教育或什麼可以去琢磨的 OK 所以我可以做一個很快速的比喻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兩邊的文化不一樣有什麼差別 其實運動這件事情大家都會聯想到就是跑步 動起來 但有一個關鍵的點是組織性的運動 OK 組織性的運動在亞洲現在還沒有很普及 所以我想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就回到我們一直剛剛在強調的 雖然我們分享很多故事 但我覺得拉回來最重要的一個點是 運動的核心價值就是教育 人就是要動 動了腦才會動 OK 就會有個body跟mind connection OK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腦在動 但身體沒有在動 所以現在有越來越多的研究 更多的科學在支持這件事情 就是講快樂 講健康 每個人都需要得到歸屬感這些事情 所以當運動跟教育是分開的時候 就會是產生我們現在在亞洲的狀況 OK 所以你現在在做的就是要把運動跟教育合起來 就是要把這個最重要的骨幹 是在亞洲教育體系缺乏的 我們想要把它輸入到我們的教育體系裡面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跟學校合作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讓學校動起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想要啟發這樣的動力 讓學校的家長 老師 校長知道說 我們要讓我們的小孩的才華 要大量的發揚光大 就是要讓他們去動起來辦更多的競賽 更多的觀看 當有參與性的時候就有觀看性 有觀看性的時候才會有消費性 所以這個是一個過程 所以最後回到就是說 如果今天具體一點 我們的學生在十年以後 不是下課以後 就是我要去去哪裡補習 而是說我們去開始參加組織性的運動 參加你自己的球隊 開始有比賽 而且這個課業的壓力會隨著 因為重視這一塊而慢慢的調整 回去的時候 就是運動成為教育一環最好的一個顯像 那從數字的方面我們知道 每100個學生在亞洲 這不誇張喔 不是只是台灣是亞洲 只有100個學生裡面 只有一個是參加組織性的運動 其他99%裡面的80%都是去補習 所以你時間花在哪裡 你就會培養出什麼樣的觀念 培養出什麼樣的習慣 也就會影響出 你培養出什麼樣的價值觀 那這些都不是影響你在求學的過程 會影響你以後的家庭 你的事業 所以這個是最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們才會說 好 最多的問題都是回到教育 那我們也不用講那麼多 大部分的人都沒有辦法很清楚的看到 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就是把這樣的一個最基礎的骨幹運動 輸入到 所以這是我們全部在講的 就是回到這個我們的使命跟理念 讓運動成為亞洲學生教育的一環 教育是一輩子的 運動也應該是一輩子 這是我們想要變成的一個生態跟生活 好 那我們再次謝謝 Helen哥和凱騰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